来关心牛肉面风波延烧 行政院发言人定一名 点名冠军牛肉面店用来祭美牛风波延烧 行政院长苏正昌带着定一名登门 多次向店家和民众来表达歉意 今天上午苏正昌南下嘉义县出席了 午餐全国采用国产食材宣誓的仪式 再次向全国的民众来道歉 表示会虚心的检讨改正 而对于未来的台美关系 他也发表看法 对于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失言风波 有党内立委现在也传出不满的声音 行政院长苏正昌再一次致歉 我们细心检讨赶快赶真 我们也谢谢各方给我们指出 我们哪里还做得不够好 对于台美关系乐观看待 美国大力挺台湾通过友台法案 以及再过六天就要开台湾跟美国经济繁荣伙伴会议 这些都是具体有效的进展 行政院长苏正昌一早南下嘉义县出席学校午餐全面采用国产食材宣誓一事 强调政府把关营养午餐的决心 对于食材一定会严加把关 可儿秘养陈建邦嘉义报道